这是北京西单大跃城的示意图 电影院的位置高达10楼 你要路过1、2楼的美妆 5楼的运动品牌 以及埋伏在角落的若干零食 奶茶店 才能看到影院的取票机 决定电影院位置的有两大因素 租金和消费类型 电影院占地的往往享受较高的租金折扣 而商场的租金一般从1楼往上递减 电影院在租金更低的高层 只用拿出收入中的一小部分 就能承担租金 同时商场可以把一二三层租给那些占地更小 支付得起高租金的服饰 美妆和珠宝店 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为什么电影院甘心被发配到相对冷清的顶楼呢 因为它属于商场中的影流店铺 在商场中 影院的月军接待客户量仅次于餐饮和百货 高于服装 去看电影的人往往并非冲动购物 而是已经买好的票 影院并不需要占据太好的位置 反正你总会去的 自带流量的影院 安排在高层 就能促进顾客在商场内的流动 提高商场利润 当你看一场电影 就被安排着穿过大半个商场 逛了所有楼层 可能还不知不觉的买了三件衣服 两双鞋子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多多关注 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待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